啟德体育园内的青年运动场即将进攻 是全港第一个公众运动场 采用国际广泛应用的即铺即用技术 铺切的混合草坪内用度高 可以提升运动安全度 这些草坪扎成的草卷 每卷有大约4厘米厚 1米2阔 铺切整个啟德青年运动场草坪 就用了大约650卷 草坪在珠海的苗圃培植 经过10至12个星期 到完全成熟之后 经陆路运到香港 可以即铺即用 技术团队考虑了球场的性能 耐用性和安全性 最终选择了天然人造混合草坪 当中9成5是内热和内行能力高的 百慕达草 剩下5%是人造草纤维 而草坪的系统和折施 符合世界篮球协会 国际足球协会 和美国高尔夫协会等国际标准 一般的使用的话 其实很容易 10至10年8年 其实都不需要去更换 但当然了 因为始终这个是一个真草 它有一定的消耗 变成我们每年 也都需要留下6至12个星期 做一个维修保养 关于安全性度 所有草和沙都可以 找到人造草的纤维和配件 令到整个草坪和草都非常稳定 变成了球员 当他全速去跑或者去转身的时候 不会说可以去到一个沙地的情况 是给了一个足够的爪力 就给到运动员 这个是大大也都提升了运动员上的安全 球场周边的地底 安装了雨水收集系统 通过监测天气条件 储存多余的雨水 自动调整灌溉的时间和频率 确保草坪湿度平衡 契德体育园的主要设施 连同可以容纳大约5000名观众的 契德青年运动场 预计会在今年年底落成 通过各项测试之后 明年上半年会正式启用 契德青年运动场启用之后 会租借给各体育总会 同学界等搞活动和比赛 其他时段就会开放给公众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不斗